相传三皇五帝时期 当姚帝还在世的时候 黄淮河流域洪水泛滥存在 致使百姓流离之所 于是姚帝就被大禹的父亲滚去致水 但滚采取的是水来土挡的致水策略 结果致水治了九年 水患还没有消退 过来顺帝继位 他先是格据了滚的植物 并将它流放到了羽山 然后再将致水的任务派给了大禹 而大禹则中他父亲致水失败中 汲取了经验教训 通过改赌为数的治水策略 在经过13年的努力后 大禹终于完成了治水大业 那么今天我们就从地缘的角度 来看看大禹治水的这段历史 首先我们应该从地缘影响的角度 来了解一下 为何各界部落联盟的盟主 都把治水任务看得那么重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 中原是帝王成就霸业的必争之地 正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 虽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中原的具体位置也不是固定的 一般认为现在的河南省 就是中原的范围 但是如果要为中原 找出一个核心区 或是最初所指的地区 那么洛阳指开封地区 应当就是首选区域了 而这个区域 正好是古中国核心区的中心位置 也处于黄河之水的关键位置 且对于刚融合的东西两大族群来说 得知就可以控制 整个黄河流域的下游区域 甚至是整个黄环海平原 所以对于具有领导地位的 部落联盟盟主来说 能取得这场吃水之战的胜利 然后控制整个黄河的下游走向 最终取得整个中原的统治权 才是它的地缘价值所在 我这里要说一下 虽然关于大域之水 大家所熟悉的更多的是传说 但那些承载着中华文明记忆的历史传说 并非完全是神话 很大一部分是限于古人的认知能力 以及口口相传中 有意无意地误读而被神话的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如果希望解读出这些被神话的历史实质 关键在于提取出其中 未被神话的要素 比如我们经常听到 某个英明神武帝王出生时的故事 其中呢 关于他的出生地点 以及母亲身份的内容 一般来说是有可信度的 而那些关于出生时 有诸多祥瑞出现的记载 就基本可以视为神话的 所以在大域之水的传说中啊 我们也可以提取出几个 有可信度的要素出来 比如大域之水 是以改朵为术的方式 是了好水患的 且之水的施工地点呢 是在一个叫做龙门的地方 或者说大域在那里施工后 这个工程所在地 被命名为龙门 那么大域之水的这个龙门 具体是指哪里呢 这个我们给一种地缘结构 以及之水之后呢 所造成的地缘影响来看 这个龙门应该是地处 黄河淮河流域 并且呢 是处在河道上的 因此呢 按照这个地理结构来分析的话 位于黄河中游 湖口部部之南的龙门 和位于洛阳盆地之南的龙门 是最有可能成为治水施工地点的 所以说这两处龙门 必有一处是大域治水的施工地点 那么哪处才是真正的龙门所在呢 假如按照传说里 大域所治治水呢 为黄河之水的话 那么湖口部部部南面的龙门 是最有可能承担这一艰巨任务的 因为它是唯一处在 黄河河道上的龙门 而洛阳盆地之南的龙门呢 实际上是处在黄河的支流 伊河河道上的 因此在古代时期乃至现在 黄河之上的这处龙门 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龙门的真正所在 而它呢 也因此被授予了羽门口的荣誉 但是呢 从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被称为羽门口的龙门 位置是处于 近闪大峡谷的南端出口 宽约百米 看似是上古之人集中力量 人工开凿而生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不过这个龙门是人工开凿而来的 那么未开凿之前的南流的黄河水 又流下了哪里呢 或许有人会说 是之前南下的黄河水漫流了 所以才有治水一说 可问题是 这个龙门正好是在近闪大峡谷中 两侧的山地高原 也阻止了漫流这种可能性的发生 如果这个龙门是治水时开刀而成的 那么之前近闪大峡谷中 必定会形成一个大水库 或者说在羽门口以北的方向 冲击出一片平原 但是呢 近闪大峡谷的两侧土地 即使到现在 也并不具备多少耕种的价值 反而是原始先民们在羽门口的南部 发现了渭河平原 陵墳盆地 蕴城盆地 这样大面积的冲击平原 所以啊 羽门口这个龙门 就不大可能成为大雨治水工程的施工地点了 且更重要的一点是 大雨治水之战的地缘动力 是通过治水 让华北平原上 原属于东部族群系统的部族都沉浮于它 从而呢完成控制整个中原的目标 如果羽门口是大雨治水施工点的话 那么它的影响力呢 只存在于黄土高原内部了 这样也就无法开创中原治国的地缘格局了 所以说如果将一统中原定为治水之战的目的的话 那么处于伊河上的龙门 才更有可能是大雨治水的工程施工点 因为从地理结构上来说 伊河虽然属于黄河的一条支流 但通过观察伊水的走向我们会发现 现在的伊河在通过伊雀这个狭窄的水道后呢 越过了洛阳盆地的中心地区 与另一条同方向的洛河汇集之后呢 注入黄河 这段位于洛阳东北部的河流 也因此呢 被称之为伊洛河 洛阳盆地所孕育出的河洛文明 也因为伊水 洛水的存在 也被称之为伊洛文明 而伊洛文明的开创者呢 就是大雨 所以说伊雀很大程度上 就是大雨治水的龙门所在地了 另外呢 从地形结构上来看 在大雨未疏通伊雀这个河道之前 伊河的大部分水流 并没有流露到洛阳盆地 也没有注入黄河 那么有人就会问了 伊河在没有流露洛阳盆地之前 是不存在的吗 当然不是这样了 最起码伊水的上游河道 所存在的时间呢 绝对不只是5000年的 只不过呢 由于洛阳盆地南侧的雄尔山 松山连成了一片 伊水在流到现在的伊雀石兽组 未能进入到洛阳盆地罢了 因此呢 伊水不能够按照水流的方向 顺利进入黄河时 他势必会在珊瑚中续集起来 并寻找适当的出路 向其大的地区满流 因而在伊河中段 一个叫陆魂水库的琥珀 以及很多朋友所不熟悉的卢海 就是这样形成的 此外呢 通过仔细研究地形图 我们会发现 被松尔山 外方山 基山 松山所围绕的伊川盆地 如果被驱满水的话 水流必定会向东北 以及东南两个方向蔓延 但是呢 东北方向被松山 基山 两座山脉阻挡 水流也只能淹没 两座山之间的山谷 从而形成了卢海的一部分 既然东北方向无法突围 那么东南方向 就成了伊水卖流的唯一突破口了 所以呢 从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看出 伊河之水呢 在驻满伊川盆地后呢 将东南方向突围 并与卢水汇合 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湖泊 由于这片区域 每年都会出现大面积的水患 因此呢 这片区域才有了卢海一名 然而 在伊河两河的水流 还不算太大时 一个山市 这些水流汇集成了卢海 然后 再沿着卢水的下游河道 向南注入淮河 但到了雨季 伊河两河的水量暴涨的话 那么卢海之水呢 就会向南奔涌而下 进而造成淮河中下游地区的洪水泛滥 所以 这个角度来说 伊河之水 对淮河流域所造成的水患 才是大雨所治理的对象 而处在伊河上的龙门 应该就是大雨治水工程的 施工地点无疑了 且从地缘价值的角度来说 大雨可以通过 疏导伊水河道的治水方式 将伊河之水 北向引入黄河 从而减薪了淮河流域的水患 然后让伊水重新注入淮河 从而再次引发淮河流域的水患 这对于淮河流域的部署来说 是一种强大的地缘威慑力 所以说 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 大雨凭借治水之工 将其及其所代表的部署 在黄河流域的地缘影响力 扩散到了淮河流域 而大雨本人 实际上也凭借着这次治理水患 树立了洛阳盆地 在黄河淮河流域之间的政治地位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更多精彩 记得关注我